转弯幅度太小 护栏太突出 让汽车行进新竹县 琼香 秀湖村 台三县 转进农路时都会擦撞到反光耗聚感 造成板筋受损 护栏也留下了各种颜色的刮痕 县议员郑玉云今天就会同相关单位会刊 要求内缩护栏并改善路口宽度 小小农路 大车进出往来频繁 琼香 秀湖村游罗七桥前 台三县南下路段和山珠湖浓路交叉口 道路狭小 护栏突出 进出车辆时常擦撞 出入口太窄 常常造成我们车辆进出 摩擦到这个护栏 这个护栏设计的布梁太突出来了 板筋的部分都会有凹陷 刮痕这些 造成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车辆损伤 大概一个月差不多会有一次两次 瘦湖村内有养鸡场 五个铁工厂 农用鸡鱼 卡车等大型车辆出入农路 从台山线转进山珠湖农路 陆幅宅小 忽然又突出电线杆 转弯困难 时常发生擦撞意外 造成车辆板筋损伤 路旁两侧都是擦撞过后的刮痕 让许多用路人不敢再走这条路 转而绕远路从河滨堤旁行驶 造成不变 地方向议员郑云陈勤 会同公路总局一同会刊 商讨解决方法 刚好我们的路口是属于琼林乡 跟恒山乡的这个共有的这个路口 所以未来在恒山乡公所的部分呢 需要去协调说 是不是可以把他这一边的路呢 稍微做一个拓宽的这个动作 那琼林乡的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由这个公路总局这边来做 这个栏杆的这个修饰的这个部分 他已经承诺这节他可以先缩减进去了啦 剩下的他要等经过两个公所共同会刊 再讨论啦 原来山珠湖农路划分两个乡镇 左侧归琼林乡管辖 要将护栏内索50公分和电线杆平行 另一侧则要请恒山乡公所与琼林乡公所 再商讨研议 让往来通行顺畅不再发生危险